我们是个爱的事 好 请大家跟林嘉隆市长挥挥手 手捧黄色文心兰花束 台中市长林嘉隆登上花车 亲自担纲代言人 为了宣传花博 聊了去 但这样还不够 国庆花车游行不让其他竞争者专美于钱 他身旁的15花车是这场游行最大的一台 重点是造型还很可爱 推出后比林嘉隆还要红 我们推出了15花车 那造成轰动 不只是引起媒体的一个 大家的很热烈的报道 那么一些专业的人士也认为 这是真的国际级的花车 台中市政府为了宣传 2018世界花博 找来十虎担任吉祥物 花车一推出不得了了 立刻造成轰动 成了整场游行 最受注目的焦点 也为城市行销做了最佳示范 现在有了十虎做代言 大家都很喜欢 其实透过园艺可以带动 不只是这种城市的这种景观的美学的建立 更重要的亲此同乐 甚至也是可以变成一个产业 既然都聊到美学了 咱们就来看看这次国庆花车六都的整体表现 熊赞再跟大家挥挥手吧 台北市有熊赞花车桃源市 走来阿桃原歌领军主打机场捷运 至于新北市 让人质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花车厢上是一个小动物 您可能不知道它就是万里蟹 花车上方跑出一只万里蟹 被网友说太阳春没重点 果然城市要行销美学观念不可少 欢迎新闻红市城台中报道